一直都聽了信安說 這裏是華人 這裏是華人 那裏都是華人 如果你想住列治民山市 多一些白人 學一些正宗的英文 遠一點都不要緊的話 這一區可能會適合你 今個禮拜我帶你們去的 列治民山市 Lake Wilcox Oak Ridge社區 歡迎一齊加港區 你可以叫它是一個Lake Wilcox 或者Oak Ridge社區 因為Lake Wilcox是一個地標 所以我會專注用這個名字 Lake Wilcox社區位於列治民山市的最北邊 最近十字路口 就是Yung Street Gap North Lake Road 房屋格家 Lake Wilcox是七成三是獨立屋 大約兩成是排屋和少量的公寓 雙車房三四尺是普通裝修 獨立屋平均售價是130萬 即港幣850萬 同一尺瘦高級裝修獨立屋 平均售價是170萬 即港幣103萬 新建成3200尺獨立屋 平均售價是200萬 即港幣1200萬 都可以說 它這個價格 跟一個港島區一個背山面海的 800尺公寓真的有得比 所以這樣相比 在加拿大駐列治民山市的北邊 3200尺新屋可不可算? 由你去決定 三房排屋平均售價是85萬 即港幣520萬 以上的價錢 比列治民山市熱鬧的地區 相比來說是低的 言語 Lake Wilcox社區有四成人說英語 大約一成三人說普通話 一成人是波斯人 少於一成人是說廣東話 還有一些俄羅斯人 所以華人在這個社區 多也不算多 大約十個見到兩個 你又不想住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又不想覺得好像回到故鄉的話 這裏是一個好的開始 效望了 小六的朋友會去到Lake Wilcox Public School 小六EQIO平均分數85分 中學的朋友會去到King City Secondary School EQIO平均分數 嗯... 去片了 因為這裏的效望真的沒有特別 如果你在乎你子女的效望或分數 我覺得列治文山市有更多更好的社區給你選擇 你馬上可以去到我加降區的系列 再看一看 記住一定要Google search York School Zone Locator 去找適合你小朋友的學校 交通工具了 東面十分鐘有404的高速公路 Lake Wilcox 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由 York Regional Transit提供的 這裏的巴士要一小時一班 所以住在這個社區的人會極之依賴炸車 那裏的朋友有好消息 因為有兩個Gold Train Station 第一個就是Glooming Gold Train Station 是一個舊式的 Station 新建成的那個叫Bloomington Gold Train Station 這個Gold Train Station有多層的汽車泊位 應該會有一個暖粒粒的等候室給你 因為加拿大落雪的時候真的會變成很冷 生活設備 說到Lake Wilcox 它當然有一個相對大一點的湖 在1920年的時候 這個社區非常之出名 是作為一個別墅區域 很多多倫多市中心居住的市民 都會上來這裡做一個假日別墅 不過因為列治民山市開始土地不足 令到有很多新的屋都會向北移 所以令Lake Wilcox 有一個假日別墅 變為一個普通居所所用 Lake Wilcox可以釣魚 千萬不要在裡面游泳 因為水裡面已經產生很多細菌 還有很多玻璃碎 Lake Wilcox 就是給一個小朋友和年輕一輩的運動公園 可以踩滑板 噴水機器 打排球、打籃球都還可以 香港年輕人最喜歡就是蒲蘭桂坊 Lake Wilcox 年輕人最喜歡就是蒲 Lake Wilcox Park Augritch community 是一個五萬六千呎的社區中心 裡面有游泳池、Gym Room 還有當然是Bong Lake Arena 是一個曲棍球場和一個流冰場 當然少得的就是Lake Wilcox 四面八方都是哥爾夫球場 每個季節轉一個場都滑滑有餘 總括來說 列治民山市真的很貴 不過就是因為它貴 才會越來越多有身份象徵的人來住 當你想住列治民山市 又不想住那麼貴 去買一個獨立屋的話 唯一一個方法就是向北 多一些白人給你就是學好的英語 畢竟你都來到加拿大 不過加港區的宗旨 就是為了一些華人方便性、合適性 而取得高分 Lake Wilcox 真是少之有少的華人生活設備 下網又不好 極度依賴開車 除此以外 都是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 我會給Lake Wilcox 73分 如果你喜歡我的原創的話 立刻可以在下面給個like 然後推給你 快要搬到加拿大的親戚或朋友 如果你想找我幫你買一家 立刻可以在Facebook或IG 追蹤我或私訊我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加港區 對比赛、出選擇的人 jumping去唇 風機 展開 山 呻 呻 呀 呻 呻